所以各位 你既然听闻佛法了 你就要真实的改变 不要认为自己脾气不好 不要认为自己爱漂亮 不要认为自己贪钱 不要觉得自己笨 如果你一直觉得你自己是这样 一成不变了 那你就没有得到佛法的利益了 就像汤匙 汤匙 拿汤给人家喝 自己喝不到 所以各位 你要强迫你转变 我昨天是个放荡的人 我知道错了 放下土岛 立地成活 我从今天开始变成一个乖乖派